康熙说索额图是大清第一罪人 为什么不是敖拜 因为在康熙眼里 索额图比敖拜的危害更大 也更加可恶 顺治皇帝去世时留下了四大辅政大臣 而敖拜是其中之一 按照当时的排序 敖拜在这四人中仅排在第四位 前三位分别是索尼 苏克萨哈以及厄比龙 但敖拜仗着战功卓著 且对皇太极有救命之恩 另外对顺治皇帝有拥护之功 所以日渐张狂 最终走向了擅权干政 微服自专的道路 比如 康熙曾任命一名官员捕护部之缺 结果敖拜却安排清姓上任 并且还是在康熙已经安排好人的情况下 更过分的是 敖拜丝毫不给康熙面子 最终 康熙只能将自己安排的人 和敖拜安排的人同时任命 还有 敖拜清姓去世 群臣请示康熙是否刺事好 康熙拒绝 而敖拜则无视康熙 直接给自己这个清姓安排了一个嗜好 后来 敖拜把持了义政王大臣会议的实权 任意行使皇帝的权利 大臣们谁敢对敖拜不礼貌 就会被他杀头 甚至抄家灭族 比如大臣费养古一家 被敖拜杀了全家 敖拜提出湘黄旗的土地不好 要与正白旗换地 这就是圈地运动 他矫照杀害了三个反对换地的部长级的大臣 苏克萨哈和他的矛盾更激烈了 因无人敢惹 敖拜更加鞠躬自傲 连康熙也感受到了压迫 另外 敖拜还阻碍首辅索尼的孙女成为皇后 索尼临终前 提议让已满14岁的康熙亲政 苏克萨哈率先辞职 意思是其他首辅大臣也应该辞职 敖拜不想放权 给苏克萨哈罗治了24条罪名 逼康熙杀了他 康熙意识到 敖拜已经严重威胁到皇权 必须铲除敖拜 自己才能亲政 此时利布又是郎所额图 冒着杀头的危险 辞职当了一名康熙的贴身卫士 公元1669年 康熙又敖拜入宫 被索额图借口收了刀 康熙命人端来茶水 茶水很烫 敖拜坐在三条腿的凳子上 烫得跌倒在地 索额图趁机下令 不哭少年一拥而上 把敖拜捆成一个粽子 至此 敖拜风光不在 两个月后 满洲第一巴图鲁敖拜 饿死在监索 索额图将敖拜的党羽彻底拔净 帮助康熙真正清正 从此 索额图走上试图的快车道 敖拜死后第二年 他被授予相当于宰相的宝盒店大学士 一干就是十年 按理说 以敖拜所犯之罪 掉脑袋都是轻的 但康熙最终从宽处理 紧对其革职 寂寞 拘禁 即免去官职爵位 抄磨家产和处以拘禁 因为敖拜的功劳 实实在在摆在那 人人都能看得见 谋逆之罪是必须死的 康熙没有杀敖拜 也正是说明了在康熙心里 敖拜没有造反 再看康熙是怎么处理索额图的 索额图是孝成人皇后的叔叔 是应人的叔老爷 因此 他是太子党的一号人物 索额图殷勤敖 平三番 收台湾 抗沙俄 征讨嘎尔丹立下很多功劳 官当得很大 权倾朝野 为了家族能继续兴旺发达 他力挺太子 希望太子早日即位 这样就动了康熙的利益 康熙对太子产生了不满 为打击太子的势力 他削去了索额图的一切职务 公元1702年 康熙南巡到达德州 太子生病 康熙把太子留在德州 把贤富在家的索额图 招来伺候太子 康熙的意思很明显 让索额图做太子的工作 耐心等待 好好干 皇位早晚是太子的 索额图在德州待了近一个月 他是怎么做太子工作的 我们不得而知 不过 太子病好后 回到京城 想当皇帝的心情更加迫切了 康熙为了警告太子 打击太子党 收集罪证 处死了索额图 索额图的死 并没有让太子应仁止步 康熙47年 众皇子跟随康熙外出打链 太子应仁夜里 偷偷地窥视康熙 康熙觉得这是谋害自己的节奏啊 说不定啥时候自己的命就丢了 于是康熙召集大臣 声泪俱下地宣布 废掉太子应仁 在康熙看来 索额图犯的是谋逆罪 他教唆太子谋父篡位 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 本来康熙是非常喜欢太子应仁的 两岁时就立他为太子了 可是 因为索额图的教唆使得太子被废 康熙很是心痛 尤其是太子被废之后 又引起了九子夺嫡 使得康熙身心俱疲 这一切的罪责 康熙都算到了索额图头上 那么 康熙为何称索额图是第一罪人呢 其实索额图与敖不同 敖拜是前朝旧臣 而索额图是康熙一手提拔起来的重臣 康熙对敖拜憎恨并诛杀他 主要在于敖拜专权 而索额图所掀起的太子党风云 则是想要颠覆他的政权 让太子取而代之 这是康熙绝对不能容忍的 而且在康熙心里 太子应仍不称职 不思进取 图谋篡位 与索额图脱不了干系 再者 索额图与明珠两党相争 波及范围之广 势力之强 令康熙震惊 甚至在索额图被圈禁之后 仍然没人敢检举揭发他的罪状 这等于架空了康熙 因此 康熙对他恨之入骨 所以 康熙说索额图为大清第一罪人 包含的意义如下 第一 索额图企图操纵皇帝肆立 妄议国士 拉帮结派 搞不好会导致内乱 第二 索额图身为臣子 却不忠于康熙 忠于太子 是皇恩于不顾 本末倒置 罪该万死 第三 最不可饶恕的是 他居然起了谋逆之心 其心可诛 与敖拜相比 索额图的功绩 根本比不上他 敖拜征战大半生 在战场上所向披靡 皮岛之战 他首当其冲 松井之战 他冲锋陷阵 武战皆劫 西冲之战 他追打李自成 也不在话下 他是皇太极最信任的武将 号称满洲第一勇士 更何况 他还是皇太极的心腹 雍立弗林即位 对抗多尔滚 至少政治立场没有问题 即使晚年陷入善权的漩涡 也只是携天子以令诸侯 并没有资料表明 敖拜要篡权夺位 这也是他后期 被加封的主要因素 而索额图被刺死后 之后没人为他平反 这说明皇家的立场 都是一致的 都认为他有罪 都维持了康熙对他的看法 综上所述 索额图大半生 都陷在党争之中 最终却害了自己 大半生功绩被抹去 还累积子孙后代 真不值得 但人性总是那么贪婪 在权益面前很难收手